老花鱼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门的养花问题 第一话说老花鱼你看我这勺药 都出现了这种折断的一个现象 然后呢花包上面老是分泌一种透明的液体 它老是分泌这个液体呢 这个是很正常啊 因为它提供营养的时候不能完全被吸收 然后就出来那种粘液了 这个没啥事 但是老是出现这种折断又带有这种粘液的话呢 可能是土里面有病菌了 一般都是病害导致的 可能是咱们的光照跟温度还差那么点点意思 不知道您是哪的 反正正常按照我们山东地区这边来说的话 是这个温度的话是应该不会开花 因为得到五月份 所以说可能过早 好吧 但是您那边如果是南方的话 容易潮湿闷热阴雨天了 根部就开始有病菌了 您看一看那个稍微拔开文位那个盆土 看看是不是 看看水条上面有没有并发的症状 如果没有的话 稍微控控水 等到该浇水的时候来一些个杀菌药 来预防一下的好吧 下个臭宝 老花鱼它有救吗 这个没救了 基本上你这是弄的啥呀 锈球很多在花肉养锈球的时候 是锈球哈 啊 你很多花肉养锈球的时候 不知道为啥我就跟话们说过 我说锈球不喜欢强光暴晒 咦 他这个脑子里面就自动的把那个 呃 强跟暴晒给删除掉了 就是不喜欢光层了 你该该该晒太阳的晒太阳宝贝 你比较强暴晒你像春天这种光头可以晒呀 对吧 你就正常养呗你浇那么多水干什么 你的话说老花鱼你不是说锈球洗水 是洗水你打个比方说小明 运动员是吧 这是他这 潜水老厉害了 你说他洗水吗 你给他摁水里边他能活吗 哎 从事老外你好请教一下叶片花叶从叶尖变黄了 怎么回事 这属于很正常的现象啊 宝贝再加强一下你的光照和通风 实在不行你把它挪到空调上面 那个跪机上 那个外机上面 哎天哪 光照最好的地方给他照顾上 然后适当的用点肥料 别的没啥 好吧 这个玩意就是有点水大 还是有点那个main game的意思 你只要给出光照这种不治而遇 下个臭宝 鸡面瑞香放牙 最近咽咽咽咋回事 咋回事 你的浇水根本就没浇透 还咋回事 你看这 哎刚刚这个刚敷完这个浇不透的时候 大家可以进盆 就是把这个花盆带着连个一块的给泡起来 让他咕咚咕咚喝个饱饱的透水 您这倒好人家 就是浇水没浇透啊 老花姨舅舅孩子吧 啊 常常 上面热解卷一点芝麻 小白粉能治吗 小白药跟小粉药治不太明白哈 如果说有技码的话建议您用阿维定虫米 或者是晒虫琴 晒虫 还有晒琴桶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个东西 好吧 让你老公买点药 或者你买点药 让他打一打 喷一喷 好吧 哎 你看 不跟你说 养花的 这个老婆养花的让老公给养不靠谱 老公养花的让老婆给养他也不靠谱 就跟孩子似的这个东西 老花姨我的茉莉心印翠绿打折 每天晒太阳挺多也用了硫酸鸭皮 你这 你这个快嗝屁了 这是春蚕到死 丝方镜的那种感觉了 明白吗 茉莉是喜欢光照 要适当的修剪 硫酸鸭铁它不是肥料 你怎么理解呢 就像你宝贝 我天天给你吃铁片 不给你吃饭行不行 硫酸鸭铁 人也有吃的硫酸鸭铁的铁片 我就问一下 天天给你吃铁片 不给你吃饭行不行 也不整营养 那叶子长出来都这样了 你光吃硫酸鸭铁 你光吃铁片 该贫血也贫血 因为什么呢 其他的营养它跟不上 像这种叶子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还竟然是铁片 铁片 同心蛋 不仅仅是缺铁 好吧 该修剪 该施肥 你现在这个没啥就了 下回 养的平衡 下回别这样了 我老花一 养花最张一 这个花 银币又来了 有大的了 接着来 老花一 养花最张一 来了 来了 来了